大家好,我是Den 首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昨天没有事先通知大家就没上传影片 但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昨天 对,昨天出发,今天凌晨刚到台湾了 所以因为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没想到没能上传影片 所以原谅我一次吧 诶 7月3号,以前已经去Dent回归了 Dent是时隔10个月推出的 迷你三级Shotdown的主打曲 以前不仅亲自参与了主打曲Dent的作词和编舞 并且还参与了专辑的策划 非常用心制作了这个专辑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前的新曲Dent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以前的所属公司真的很会选歌 感觉和以前本人很合适呢 虽然我喜欢以前 但并不是因为对他有好 所以觉得歌好听 而是他每次带来的歌曲都太好听了 真是太棒了 每次都能出好歌 再多偷点钱好好拍不行吗? 真是可惜 歌也好,舞蹈更不用说了 最重要的是因为可能化妆方式变了吧 感觉他好像变得更漂亮了 感觉这首歌会成为Ginnok之后的另一首热门曲 但我居然完全不知道回归了 宣传是怎么搞的 把歌曲旋律如果再度花点心思 这首歌会更棒 真的有点可惜 感觉好像是为了性价比做的歌 虽然好听 但还是有点遗憾 哦,他好像亲自参与了Bn5 不过公司也真是的 对旗下艺人好一点吧 这里的艺人们比起公司的支持 才华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以前的新曲Den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最近在东京巨蛋举行的 女进士粉丝见面会 Bernice Camp中 Honey在缩络舞台上演唱了 日本歌手 Matsuda Seiko 1980年发表的经典歌曲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更代表了1980年代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 最丰富和优先的时代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听到这首歌时 听众们充满了对美好时光的怀旧情感 尽管现场观众大多数并不是80年代出生的 甚至因为年纪太小而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时期 但这首歌却打动了舞台下的观众们 不仅是日本 在韩国这首歌也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粉丝拍下来的舞蹈影片 观看次数就达到了400万次 韩国各大主流媒体也都报道了相关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哈尼的プルサノチョ真的很完美了 会长久被人们铭记 估计看到哈尼有很多40多岁的日本人流泪了吧 哈尼真的很了不起 作为韩国人的我也哭了 日本人看到后肯定更加感动吧 特别是那些40多岁的日本人 我不是女进士的粉丝 为什么看到这个影片让我莫名想流泪呢 哈尼好可爱唱歌也很棒 没人能像他那样完美的翻唱プルサノチョ吧 哈尼只用三分钟把40年前的日本带过来了 哇 日本那边一定会疯掉的 日本大热歌曲 短髮 可爱的脸蛋 青春的服装等等 都是日本喜欢的元素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谁会知道那首歌呢 知道的话不就是证明自己是哈尼吗 40多岁的人只会记得Satechi和HOT的时代吧 但为什么说听到这种不起眼的歌 就会勾起回音呢 女进士只是因为去了日本所以唱了这首歌而已 别再一边吹捧日本 一边撒谎说他有多好 这种行为让人感到恶心 毕竟韩国主流媒体 都报道了这件事情 反应真的很大 没必要说的这么难听吧 所以对于哈尼唱的プルサノチョ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啊 不言 啊